看看新闻吧 拥有天荒地老 一度见你 一度遇上 像这一份情 永远那么老 原来生还能再度拥抱 爱一个人 如何厮守到老 怎样面对一切 我不知道 回忆过去 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为何你还爱 拨夺过信仰 爱你怎么能了 今夜的你永远了 远的了 好心难了 好心难了 现在你面对的局面是三红一白 初剧你是第一个亮红灯的 为什么 我想理解你的表演 您这个面具是 是什么想法 我其实在之前的一些就是经历之中 可能有时候人家会因为我的外型 而去影响到我的声音和我的这些 所谓我希望的情感的一些表露 我很不希望别人用这个来判断一个人 可以说你过去不愉快 或者是因此造成不信任的这些经验 你强力怀疑我们也是可能这种人 不是 我只是想给自己一个 重新让自己面对音乐的一个机会 我们其实像我跟小哥 还有黄晋老师 我们都是从唱歌开始的 所以我们对唱歌是第一看重的 所以我觉得一个歌手最重要的是自信 他的自信 你会体现他的演唱当中 那我现在看到了 我说你在歌曲里是很自信 那么你为什么就没有这自信 把面具摘掉呢 我觉得这是我 连我都不戴面具 我是觉得一个歌手要有自信 要有自信 你的判断是他不够自信 对 那我先问你一下 你觉得你对你自己有自信吗 我对自己的音乐和自己的声音 我很有自信 然后我只是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样 用我的方式来走我的这个路 那我真的希望我可以继续 还是用我的声音 不管我的外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都是希望继续用我的声音来唱 所以我 我现在可以决定 把面具摘下来 其实我觉得她的眼睛长得蛮漂亮的 为什么把它折起来呢 就是啊 我已经认出她来了 韩珍珍 你是那一年抛女的第几名 第七名 是 突然之间我可以明白 你为什么要戴着面具站到这个舞台上 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心情可以表达现在的这个 老师们其实点评都非常对 如果你用嗓子去唱歌 就会有人用耳朵去听 但是如果你用心去 情感去唱的话 别人会用心去唱 但是 真正不管你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 请允许我 至少代表今天所有现场的观众 说一声 欢迎你回来 你用这次没有面具的一个表演方式 你用这次没有面具的一个表演方式 再给我们清唱一段好不好 OK 我唱一首自己的歌 如果我都只看不懂 昨天的风楼 今天总会有一天 我会长在这里 告诉你我的心 听完他刚才的那一段 四伟老师再考虑一下 三 二 一 请 选择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我要跟真正讲一下 今天这个结果 第一个当然是给你很大的鼓励 事实上 你也应该对于我们所有支持你的人 表达一点歉意 因为你对我们有所无敬 你刚刚在面具跟把面具拿下之后 你唱歌那种感染力 对我来讲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还是希望看到你真实的面貌 用最动人的歌声打动我们 加油 谢谢老师 鼓励 还有所有的在场的 所有的观众朋友 我们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春春安请看一下 A B C D 四组 去到哪一组 我就选择 琪琪老师 来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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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